yay 歡迎收看雅虎好棒棒 我是芷姨 我們之前推出的南英幫跟高院幫 很多人都敲碗想要看平鎮幫 為什麼 因為聽說平鎮是顏值最高的一間高中 在我身邊的就是球員心目中 數一數二帥的李宗賢 大家好大家好 你是平鎮第幾屆 第幾屆喔 第幾屆我是沒有算的 那我們算別的 你覺得你自己的顏值排在平鎮球員當中排地址 沒有第一有第二吧 那第一是誰 同缺 第一 這個位置我覺得現在還是空的 還是空的 他說他第二就沒有人第一 為什麼 帥的其實蠻多的 對 因為很多就是小女生都非常喜歡平鎮的球員 那你還知不知道你們以前在比賽的時候 誰收的那個飲料是最多 比較多的我覺得 潮鎮是多一點點啦 一點點 比你多半杯這樣子 可能多一口 多一口就算了 差不多啦 因為當然他是比較多 那我們就感情很好嘛 所以就是他就還是互相分 就誰有誰給這樣 潮鎮後來就是潮鎮開始 然後就會 可能剛好我們跟潮鎮是同屆 然後又在比賽 所以剛好看到潮鎮 然後剛好又看到我們 還有忠賢 好像都蠻帥的 那就都給下贏料什麼 那你們以前在高中的時候 有沒有發生什麼好玩的回憶 好玩的回憶嗎 其實我們這一屆 團結 我們團結就是 都是調皮的那種團結 對 然後 很多時候就是被欠 都被欠罵 被欠打 教練比較嚴格 對啊 那你們怎麼對抗教練 對抗教練嗎 那我們就是 就贏球啊 讓他開心啊 聽說你們很會模仿教練 你會嗎 我不會 因為模仿階段針的事情 是比較不好的行為 蘇智傑有模仿欸 呃 志堅優秀 蘇智傑宗傳 我都是看他們模仿 然後我再模仿 看完評鎮招牌三帥 蘇智傑 曹佑寧 李宗賢 中職評鎮幫 絕對不能不提 林立與林辰飛 兩人雖然是學長學弟 不過莉莉 可是非常照顧阿飛的喔 那你進來的時候 林立有欺負你嗎 不會 她都幫我扛下來 扛什麼 其實也沒有啦 學長都對我們很好啊 嗯 因為我一年級的時候 三年級是家瑋他們 嗯 也沒有說對學弟有不好的 做什麼不好的東西啊 對啊 那我不知道林立他們有沒有 不會啦 家瑋他們當學長 不會啦 他對我們都很好 嗯 就是 帶頭亂嘛 對啊 他們不會叫我們做什麼嘛 只會去 叫我們去 做一些 讓教練不爽的事啊 比如說什麼事情 比如說 在教練背後說壞話啊 然後 教練講話的時候 就是不要理他之類的 嗯 那像你們就是從高中畢業之後 進到職棒 然後加上到同隊 那你們會 就是常常切磋心得啊 一定會嘛 對啊 因為 是隊友啊不是敵人嘛 所以 又加上 之前 國中高中就是 都是隊友 所以 不管再好的話 其實都會去提醒 去 分享 去討論 所以 既然是隊友就是要幫助隊友 那既然又是還不錯的 不是說還不錯啊 還很好 也不是很好 我們兩個要用什麼 形容啊 閨蜜 閨蜜 是喔 就是 在不好還是好就是 一起 去面對啦 所以 就是互相幫助 也不會有 別的想法 也只有這樣子的想法 嗯 那聽說平正的球員 都很會模仿籃教練 籃教練 好 麻煩 講話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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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家瑋 楊家瑋啦 楊家瑋比較會啊 厲害 楊家瑋跟那個 范國城 兩個合體 不行 應該 一個小時之後講不完 會有很多個藍教練 那現在職棒有很多 就是 從平正畢業 剛進來職棒的一些學弟 那你們什麼 看待這些學弟的表現 沒有化解 太強了 因為 其實他們 高中畢業就可以選職棒 可以打那麼好 其實自己 那時候的我 可能沒有想他們那麼好 所以會 覺得他們是真的還蠻厲害 可以去挑戰這個 東西 當然現在是跟他們一樣 在挑戰中華職棒 那 只是說他們 現在的年齡跟那時候的我 可能落差其實蠻大 所以會覺得他們很厲害 畢竟 他們的表現其實也讓大家 都看到 看完平正學長們 一個研究各自表述之後呢 聽說平正邦有一些 剛進職棒的新秀 他們也表現得非常優秀 那他們平常都是怎麼勉勵對方的呢 我們聽聽看他們怎麼說 其實沒有想過 對啊 那 大家也都很努力 就是有把握出機會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我其他那幾個同學都 就是從高中就還蠻不錯的 所以其實 我覺得他們就是 可以表現出來 其實沒有很意外 對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 姿質很好的人 沒錯 平正邦除了這些優秀的學長外 最近幾年 也有許多小學弟 逐漸在中華職棒 站穩腳步 像是2018年 一起投入選秀的五位平正小將 戴裴鋒 林信凱 江坤宇 江國謙 以及古林瑞陽 也都慢慢的展露頭角 跟坤宇最少 我跟坤宇是算 幾乎都會聊天 都會聯絡啊 每天都聊過 幾乎啊 其實有在聯絡 就是可能會互相 問狀況啊 可能就是打招呼這樣子 每天都會聊這樣子 那他手紅出來的時候 你有跟他說什麼 沒有說什麼啊 就噹他而已啊 就是因為我看 因為我已經在現場了 所以就覺得 請你打了 因為我覺得他本來就有那個 因為他去年在二軍 也算打得不錯這樣子 對啊所以我覺得 遲早會出來的人啊 對他來說啊 只是沒想到他 一連續兩天 在我面前打拳一打 他應該是說 怎麼打的 可不可以教我還是那樣的 就類似這種的話 可能就是每天 問候彼此的 每天比賽的狀況啊 然後分享一下 每天的心情還是怎麼樣 你們有一個小群組嗎 有一個小群組 有誰 就我們五個啊 還有教練啊 高中間 因為我們那時候 高中畢業的時候 就比較多事情 可能要找我們幫忙或幹嘛 畢業比較久了 就是 可能 大家都在裡面聊天啊 然後可能就是 大家有什麼好的表現 就會 可能 是教練先傳出來 然後 教練可能就會 開始在那邊釀啊 然後 我們可能大家就會 跟著一起在那邊釀這樣 最常釀 古靈啊 古靈就是講一些沒有意義的話 像是什麼 就是說 很扯 超會打的這樣 槍打捕手這樣 對吧 其實看他們表現好 也是很開心這樣 然後他們表現不好就是 就想辦法去釀他們這樣 像是誰 像有時候 有時候看到他們被三陣啊 或是打不好這樣的 像 還有國籤那種 投手犯規那種 很誇張的東西 欸 因為 報告啊 對 他根本沒有人 就扣在臉上啊 你就會想去 嗆他 你到底在幹嘛這樣 桃園平鎮高中可以說 是這幾年的輕棒強權 也孕育出非常多厲害的職棒好手 大家還想看到 什麼職棒好朋友呢 趕快留言告訴我們 以上就是本週的 雅虎好棒棒 我們下週見囉 掰不 我們下週見